陳務員紅地毯迎賓高規格接待 揭秘國內高端旅遊奢華遊覽車 寬敞空間映入眼簾 還只有八人座 堪稱遊覽車界頭等艙 一旁mini bar 提供乘客手沖咖啡 以及小點心燕窩 每個座位也配有無線充 觸控式平板電腦 內部設施營造低調優雅空間 硬體設施卻十分奢華 耗資足足兩千萬打造 我們直接來開箱 其實像我現在座位旁邊 這邊除了有小桌子以外 我身後的按摩也是一大亮點 在這邊唯一打開 可以看到我調整模式 其實基本上整張椅子 可以直接攤平 座位配友服務女友 能隨時呼叫乘務員 業者推出豪華遊覽車行程 主打兩天到三天 國內高端旅遊 每人要價六萬到八萬 菜單料理的 所以我們很多的細節 是安排在我們行程當中 詢問度高 訂單已經滿到年底 除了頂級遊覽車國旅 鐵道型也有奢華版 五股牛小排 佐特製醬汁 搭臺鐵也能享受五星級餐點 甚至還有創意甜點 紫心地瓜泥製作的拉麵瀑布 臺鐵明日號鐵道旅遊 滑東三天上看三萬八 高端服務體驗搬上交通工具 國旅市場奢華旅遊 要來滿足高階旅客 三天新聞李文宇 下方明台北採訪報導